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停 keith amards 妈 怎么 皇爷还没想好事吗 这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说吧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是他诬陷我 诬陷 知道什么叫 无风不起浪吗 这事怎么没扯的人 小桃头上 怎么扯到你头上来了 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 我知道了 你不想说真话是吗 好吧 我都告诉你 老板 你们家需要保护吗 我什么都会做 英语说 我什么都会做 你都会做什么 你会带来的 会会会会 还有家务活 洗衣服 烧饭 做菜 带过带过 我有经验 您就 您就认我吧 小雨 认我吧老板 李妈 您怎么在这儿 小雨 您就认我吧 我什么都会做老板 我什么都会做 好好好 待会儿找你 好 李妈 你是蓝手工作的 嗯 我妈去睡以后 你到哪儿了 我们都很想你啊 啊 李妈也想你了呢 可是 哦 李妈 别说了 爸 正常会不会看 走吧 到我家 走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看来你也没撒谎 算了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你也看见 这些有钱人 他们觉得用钱 什么都可以买到 我就看不惯这些人 那我都交代了 可以吃饭了吗 好 出去吧 李妈 来 李妈 你好 你好 好 吴妈大姐 你怎么来了 是小雨在那个劳屋市场遇见我的 真是太巧了 是啊 大家又团聚了 这孩子啊 有比较啊 我们上上下下是最放心了 好孩子 你看李妈 你喜欢小孩 工作 你不是这么着急吗 你怎么哭了 我没哭 我是看见你们 看着这孩子 就想起以前在一起的日子 那时候 我们这个大家庭 多美满呢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摸好 我们下来 如果摸好 那我们下来 让我们下来 池 你这个不客气 不来了 不来了 你们两个打我一个 这哪是斗地主啊 那你们是斗奴主啊 算了 算了 不来就不来 我又没指望真的赢你 你 看你那小七样 他们就这样 习惯 女人嘛 毕竟是女人 吴依 你想吃什么 我去买 我得达到了 就快走吧 你不说 我也知道 你叫我出来就是 你怎么能这样叫 是啊 吴云 难道我们就这么没出息吗 大家在一起玩 开心不就行了 你们走吧 以后我不要再联系了 说翻脸就翻脸啊 我们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可以改吧 别生气啊 好了 好了 我真是认真的 以后啊 别再跟我联系了 您怎么了 以前大家在一起 不是挺开心的吗 别说了 吴云 我算是明白了 你是嫌弃我们了是吧 老板 你来麻烦了 不过我还挺羡慕你呢 你还幸灾乐祸 你猜对了 林达 在我认识她之前 我以为世界上的女孩都差不多了 也就你这样子 可认识她以后 比较起来 我才真的知道 世界上什么样的女孩子叫俗 什么样的女孩子叫真正的游品位 姐妹们 我们走 这就叫俗啊 果然经不起考验哪 走 游泳区 走 游泳区 韩竹竹 你怎么叫我啊 你是刚进家教的人 还记得我吗 不是忠语的朋友吧 最近不错 表演也不错 难道我也不喜欢你吗 你们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 难道还让我们教你啊 不说清楚你先走 你先干吗 我也是什么眼光 这么俗的人都看着上 你看 这什么裙子啊 别帮我 是谁你也在的 怎么了 不爽了是吧 你们想打架是吧 来呀 我怕你呢 我你不是韩竹竹 确实有个情啊 可能是没吃过亏吧 好 你有种 我告诉你 离物远点 否则下次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们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你们得到得不到 是你们的事 我要不要他 别看我高兴不高兴 爹 我看不给他再颜色看 是不行的 看你后面是谁 谁呀 还以为会出现什么 白马王子救你啊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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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啦 楚楚 开心点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没有啊 我只是感觉物意挺可怜的 顺便跟着那样的疼掉 这叫物意类聚 没什么可奇怪的 其实他的本质不坏啊 是啊 是不坏 小蕾 你干嘛 啊 我怎么了 打我干嘛 小雨 快快快 该起床了 睡多了可不好啊 我可要带宝贝出去玩了 快请来吧 你妈 什么事啊 跟你说点事儿 说吧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说我爸和我妈的事儿 这事儿呢 你还小 我不小了 我知道 是我爸 都是我爸的责任 哎 他们两个谁的责任我可不敢说 可是我在你们家待了那么多年呢 是我亲眼看见你妈和你妈分手的 你妈工作忙 你妈呀 整天待在家里 她苦了 你妈 虽然说是吃得好 穿得好 可她还是闷闷不乐 她老实跟我说呀 还不如过穷日子好呢 她就老那么在家等啊等啊 有时候一等就是十几天 你爸要是不出差的话呢 她也是忙工作啊 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次啊 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妈打扮好了 还买了礼物 结果 你妈回来了 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你妈伤心的哭了一宿 那我爸 那我爸是不是有别的女儿了 好像没有 他就是太热爱工作了 所以 所以我爸跟我妈就离婚了 你妈呀 跟你爸他谈了好多次 可是呢 你爸的事业越做越大 他就真的是改不了了 你妈就提出要跟他离婚 他不离 他说要是离婚 就不许他看孩子 怪不得 我妈总是偷偷来看我 我爸也太狠了 那我妈和那个男人过得好吗 虽然那条件没这儿的好 但他们挺恩爱的 他对你妈妈也很信心 你妈也挺满足的 都过去的事儿了 不停了 你妈呀 没那个福气 我们出去了 你可想着吃早餐哪 好 请找一下楚楚接电话 什么 他没来上班 哦 喂 楚楚妈 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哦 先不说这些了 你快来我家 看看宝贝的房间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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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给挂了 喂 怎么又挂了 我哪儿又做错了 我哪儿又惹了他了 我哪儿又惹了他了 你要干嘛 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谁不让你安静啊 跟谁说话呢 妈 你在家干嘛呢 没事我 在家乖点啊 你放心吧 我会乖乖的 好 拜拜 紫乌与臭乌与 我恨死你了 来来来来 这边来来来 我是一个人 来这儿来这儿 往那儿啊 你看看看看看看 你放这儿 帅哥哥 放这儿 行了 你坐好 你不要跟我说话 好 好玩啊 好玩啊 你看看 老板 李妈 老板 您回来了 您身体还好吧 好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是在劳务市场的 是我让李妈回来的 专门照顾宝贝 是啊 老板 你随便啊 还和从前一样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儿毕竟是你的家 是啊 是啊 这个月的零花钱 这么少 这个家还能少得了你吃得住的 想穿衣服我给你买 这钱给你 我不要了 不要 可就一分钱都不要 我要出钱两个星期 回来咱好好收拾你 东哥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拆了 是老板 李妈 让你辛苦了 老板 你放心吧 你忙去吧 嗯 哎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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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白不要 都是这孩子害的 冬瓜 把孩子给我抱过来 来来来 宝贝 你看你 这么不招人喜欢 连宝贝都不喜欢你 你看看人家李妈 几个小时就混熟了 小孩子好吼 能者多好 宝贝跟我说 他是猪八戒 我是小花 宝贝跟我学 我是小花 爸爸 宝贝你跟着我说 我是小花 我们是小花 他学的还真像 宝贝 宝贝 你跟我说 楚楚是傻瓜 小月 你怎么瞧这些 你就不能叫点好听的 你懂什么 所谓同言无忌 听着过瘾吗 对吧 宝贝 冬瓜你看 有李妈在我就放心了 拜拜 宝贝 哥哥出去办事了 每天儿 老白 我要来多久 一两天 旦 我也是 愿 这是 第二天 第二天 ва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主动给我打电话 吴宇 你什么意思 你明知道小桃喜欢你你还这样利用他 做得太过分了 给我道歉 道什么歉 不用了吴少爷 你还省点力气留给别的女人 别得罪他们来伤害我 我没什么 如果你要是让别人伤害了小桃 我可饶不了你 你说什么 我害你什么 算了 懒得跟你说 你做了什么 你心里最清楚 告诉你 有你的地方就别想有我 楚楚 阿晨又是他 喂 你又想怎么样 我知道是你 你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我哪里得罪你了 吴宇 说了那么多 嘴巴干不干 你也知道嘛 男女搭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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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没有 我不正在这儿磨刀呢吗 难不成 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哪能跟你一比啊 你可是一请圣 你还请我呢 送礼物啊 你还喜欢这样 好啊 好主意 莫英雄 眼光不错嘛 得了得了 先生 要看看项链吧 那 这些都是从你搭配 你直接进口的手工制品 这是什么 还有手串 对 这是一整套可以分开戴 好吧 包起来 好的 喂 你找谁 我妈呀 她在 妈 电话 谁呀 不知道 喂 对 是我 我正跟那个楚楚聊天呢 宝贝睡着了吧 好不容易才活着了 冬瓜 小雨回来了 小雨回来了 宝贝呢 宝贝刚刚哄着了 好不容易啊 睡着了 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给宝贝妈妈的 宝贝妈妈 对啊 嘿嘿 好了 我得回房间了 早点睡觉 明天 明天还有重要的任务 拜拜 拜拜 这小雨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知道宝贝妈妈是谁吗 嗨 我们哪能知道啊 宝贝现在身份还不明呢 我只管照顾她 到时候怎么处理 等老板回来再说吧 那刚才小雨说她妈是 你妈又不是外人 我告诉你 哎 行 啊 哎 你好 服务员 哎 你想吃点什么 什么也不吃 你说晚安我就走 哎 哎 哎 你怎么啦 我也没惹你啊 别什么 只是不想和你交往而已 哎 宝贝现在有专人照顾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再说 我爸肯定会想办法 替宝贝找个好归宿的 你爸想给她找个好归宿 什么意思啊 算了 你有什么事快说吧 初初 你对我的印象真的就这么差吗 我希望 我们两个能做好朋友 不可能 像你和小雷那样就行 我和小雷那样已经是很药好了 你认为很一般啊 好 还有最后一道菜 谢谢 把这撤了吧 我不想吃 小姐 你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啊 无聊 足不可耐 哎 美桑 主你不是请假了吗 怎么了 谁又欺负你了 又是那个乌雨巴 你怎么知道 除了她 谁能把你气着 我们到外面聊聊吧 小雷 我问你 你觉得吴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你花花公子而已 可是 他居然会害羞 他送我礼物的时候 他居然害羞了 你喜欢上他了 你说什么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不管怎么样 我最近都快被他捉腾惨了 你看 我在家 他往家里打电话 甚至晚上睡着了 电话突然一响 又没动静了 都是小桃 把我家电话告诉他 就算小桃不告诉他 他想要知道的 怎么也都能知道 他要是真的喜欢我 就不会这样骚扰我 我感觉他不是倒着弯的 我也是男人 我知道 我说了 他是想报复我 他要是想报复你的话 就不让金老板用双倍薪水 把你给捡过来 也许 也许 是他觉得那样报复 不足以解恨呢 那吴雨 为什么要收留宝贝 还和他老爸闹翻呢 我怎么知道啊 也许 他的良心发现了吧 不 是为了你 为了我 我再问你 知道吴雨 为什么和我有深受大恨吗 可还不是因为 我们第一次见面 打架的事吗 不是 那只是起因 是因为我向着你 关心你 保护你 所以他吃醋 记得 他和陈墨依 把宝贝放在你们家门口 想要陷害你 按说他们已经得手了 可后来为什么要承认 是因为他不想看到我帮你 我之所以帮你分析 是希望让你能够清醒地认识 而且 他还会特有耐心地继续下去 那我可怎么办啊 楚楚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一定要你自己解决 我不想交男朋友 我还要上大学 还要学钢琴 即使到了交男朋友的时候 我也不想找他那样的女子哥的 他不适合我 楚楚 你是个好女孩 小雷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要不 我回老家吧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再说你还要弹琴 还有参赛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这样下去 我真的要崩溃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过几天 也许今天就会解除的 所以啊 这两天你就帮帮我吧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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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雷 小雷 你怎么了 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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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晚上吃什么呀 好呢 吃凉菜行不行啊 幸福 千山 不 ada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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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